大家奉上的是今天的第五场中国马主联盟杯2800米的比赛 那本场比赛的总奖金是80万元 本场比赛的正点开赛时间呢 也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点30分 那么现在从大屏幕上马上可以看到 第四场比赛即将登场亮相的14匹马的信息 那本场马呢其中14号马 游骑兵退出比赛 后备马吉祥公主12号马 9号闸位宣布出赛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本场比赛 所有的参赛马匹的一个亮相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到的画面中间的是 一号马 华语时尚来自中国的五岁 赫丽优色公马 骑师敖白云 练马师牛文广马主是华语马翼 副棒是57公斤 2号马仲理新月来自中国的 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阿拉德特 练马师张瑞蕊 马主是重力马业 副棒57公斤 位于7号闸 好 三号马 龙行天下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马连海练马师张明亮 马主是星藤马业 副棒57公斤 位于10号闸 好 四号马 横空出世 横空出世是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真记 骑师刘二端 马主是桑海涛 副棒57公斤 位于2号闸 五号马 翼通赤记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双鹰 骑马师牛二端 马主是桑海涛 副棒57公斤 位于11号闸 六号马 风雨者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江峰 骑马师温江生 马主是合理马业 副棒57公斤 位于12号闸 八号马 突如其来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初一 骑马师牛文广 马主是华语马业 副棒57公斤 位于5号闸 九号马 来继续看到 是盛世腾龙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云鹏 骑马师 黎家宇 马主是孙崇科 副棒57公斤 位于13号闸 继续来看 10号马 乌尼尔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公马 骑师天眼团 骑马师 刘二端 马主是桑海涛 副棒57公斤 位于6号闸 11号马 东京腾郡 来自中国的七岁六色公马 骑师陈亦 骑马师 黎家宇 马主是河北五角星马业 副棒57公斤 位于14号闸 12号马 吉祥公主 来自中国的五岁青色母马 骑师 天心华 练马师 黎家宇 马主是河北五角星马业 副棒55公斤 位于9号闸 13号马 腾辉神华 来自中国的四岁六色母马 骑师 黎荣昌 练马师 周涵 马主是张健 副棒55公斤 位于8号闸 14号马 玉龙郡主 来自中国的四岁 河流色母马 骑师 别克江 练马师 何祥 马主是玉龙马业 副棒55公斤 位于4号闸 好的 闸门打开 比赛开始 那我们所有的马品 都已经顺利的出闸 起步的时候 看到前面 还算是比较整齐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本场比赛 目前的一个排位情况 那么首先排在 本场比赛第一位的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是 4号马 横东出市 但是8号马 突如其来已经吹得上来 大家旁边的就是 13号马 腾辉神华 那么后面的是 6号马 风雨者 以及我们绿色彩暴的 5号马 一通刺激 那么这四匹马呢 已经完成了第一个梯队 那么2800米呢 还是不着急的 我们需要 图成需要跑到 一圈半还要多一点 接近两圈呢 是一个同时考验 耐力 以及爆发力的一个图成 那出于侧骑和策略的 一个考量 所以说前期看到马匹 跑的并不是很快 他们也是在蓄留体义 在不保证落后 队伍的情况下 在最后的直道 做一个冲刺 那么首先还是看到的是 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我们已经变成了 三号马 我们的东兴采一的 三号马 龙兴天下 排在本场比第一位 那旁边的话 就是五号马 绿色彩帽的 绿通之一 那么在内栏的话 就是八号马 突如其来 在后面呢 可以看到的是 六号马 风雨者 那么十号马 乌尼尔呢 是排在第五位的位置 接下来呢 是四号马 横空出世 以及十一 十九号马 盛世藤云 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是 十二号马 吉祥公主 吉祥公主在旁边的是 二号马 众里心悦 以及 以及看到的是 十四号马 玉龙郡主 那么接下来呢 是一号马 华语时尚 那么华语时尚呢 目前呢还是没有 还是不是还在蓄留体义 接下来是十四号马 玉龙郡主 排在本场比赛的 目前是战略最后一位 我们看到了 现在我们马匹 已经第一次过到了彩旋门 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 那么排在本场比赛 第一位呢 依旧是我们的三号马 龙行天下 龙行天下是旭日嘎的孩子 那么他的骑士呢 也是我们的金牌 姿势之马连凯 我们继续来看 五号马一通吃鸡呢 还是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还有八号马 突如其来呢 这三匹马呢 一直是在一个领跑的状态 那么看到我们的 大热门华语时尚 目前呢 是已经掉落了第一个梯队 我们看看在什么时候 能够追上来 能够什么时候再找上来 那么接下来看到的是 红色彩帽的一号马 华语时尚上来了 华语时尚还是像以前一样 像每次的策略一样 它不会掉到 我们的后面的一个梯队 我们一直是在 奋力的追赶 在最后的 一千多米的一个图程 我们看到华语时尚呢 已经是来到了 第五六位的位置 来到了中间的位置 那还是在气流体力 我们二号马 仲李心悦呢 他是想从中间 找到位置 试图网抄 那接下来看到的是 八号马 突如其来 以及我们四号马 航空出世两匹马呢 是骑头并进 两匹马是一路斗销 谁也不想让谁 但是看到了 现在华语时尚 已经来到了第三名的位置 他在慢慢的后方折服 现在是慢慢的追了上来 已经来到了第三名的位置 华语时尚要开始发力了 这一场他是不是会完成 五连贯的一个超越 我们来继续看 我们马匹呢 已经要过到了 最后的一个冲刺阶段 最后的400米 究竟谁能够拿到 我们2800米的大奖赛的 80万的奖金投筹 我们来拭目以待一下 目前呢 依旧是我们华语旗下的 八号码 球金牌骑士初一测骑的 八号码 华语时尚排来奔赛比赛第一位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 还是四号码 横空出世 来了来了 华语时尚抽了上来 我们一号码 红色彩毛的华语时尚 又一次像以前一样 最后的200米进行反超 已经领下了一个马位 华语时尚领下了一个半马位 率先冲过了比赛的终点 接下来是四号码 横空出世 以及八号码 突如其来 好 我们接下来来公布一下 本场比赛 中马主联盟杯 2800米决赛的成绩 第一名华语时尚 骑士 奥白云 内马师 牛文广 马主是 华语马业 最终成绩是 3分16秒78 第二名 横空出世 他的骑士 陆真记 练马师刘二端 马主是桑海涛 最终成绩是 3分17秒19 第三名 突如其来 他的骑士 初一 练马师 牛文广 马主是 华语马业 最终成绩是 3分17秒92 恭喜华语马业 也恭喜桑海涛 桑总 拿到了我们第三 我们的 中国马主联盟杯 2800米的 前三名的成绩 李宗盖 请订阅